想想当时那种情况 朱元璋能不愤怒吗 朱元璋那时越说越生气 一旁的徐达见状连忙跪了下来请罪 并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背对着他的朱元璋就让徐达自己说一个 然而徐达眼珠子一转随即表示 还是打棍子吧 皮糙肉厚 打不死熬不烂的东西 打棍子有用吗 吃板子对于徐达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了 这次他当着全体将士的面让自己下不来台 朱元璋可不能这么轻松地放过他 势必要让徐达长长记性